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基督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任务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直到我们要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些事件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 还要去看它背后的门道 它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等面向的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 我们才有捐低的力量 能够去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做更深入的访谈 今天在节目当中 又来介绍一本好书 我们每个一阵子 都会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可是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访问的时候 突然间赫兰发现一件事情 这一本书是我们节目 已经谈的 同一个主题谈的第三本 这个主题叫做 接友 叫做无家者 所以我们之前曾经访问过 芒草星来谈 无家者从未想过 我有这么一天 还有在前一阵子 梦想成乡的徐老师 也来跟我们分享 欢迎光临161号的这一本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自己的节目当中 会谈这么多 跟无家者有关的书 可能这个主题不是最显著 但是在书籍来讲 它却是被选到最多类型的 一个主题 一个单元 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这本书叫做 微带生活 无家者的社会世界 与帮助网络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一起分享 讨论的是这本书的作者 台大社会系的黄克仙 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中祥好 大家好 非常谢谢柯佳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来谈这本书 这本书事实上 是你花了蛮多时间 就开始做的研究的一个成果 对 我大概五年前的时候 到这个蒙甲公园 开始做这个民族制的 一个资料收集 然后这段时间 也陆陆续在做了一些 方谈跟跟进 然后最近出版这本书 我是一带看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跟这种 其他的书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当然这些都不是 无家者本身书写的 我刚刚谈到那两本书 可是你这本书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其实有非常大量的 这个无家者 或是说的街友来进行访谈 而且在里面我们会看到 它是非常活灵活现 各式各样的面貌 各式各样的脸孔 各式各样的想法 各式各样的心机 都在这样的里头去呈现 待会我们再针对这个部分 再来跟大家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讨论 不过我想要先问的 请教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许多人来说 无家者大概就是 好吃懒做的一群人 那他通常会 他跟个人的这个成败 跟个人的这种 努力与否是有关 那在你这个长期的观察当中 已经其实也有蛮多 是无家者的朋友 他们是一群 不愿意努力工作的人吗 或者是他们怎么去看待工作 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我当初进去之前 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设 就会觉得 他们似乎是一个 不太常工作的一群人 可是当我进到那个公园去之后 我很快的就感受到了 就是有一股必须要去工作的 那个社会期待 在这个公园当中 就是我坐在那边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过来问我 你如果没吃头肉 要这样脱弹就好了 对对对 马上就有这些道德警语会上来 然后有的人还会告诉我说 我这边有报纸 有分类广告 你可以拿去看一看 然后告诉我说 如果你现在年轻不工作 将来会有什么后果 或者跟我一样 或怎么样 所以其实有非常大的这种 社会压力 驱使的人去工作 但是来提醒你的人 是一般的人还是无家人 他们也会特别强调说 他是刚好今天休假 那或者是说 他现在有什么身体上的原因 所以没有办法去工作 他以前也是很努力 对他是无家者 是公园里面的人这样 对那 就我后来也会发现说 他们大部分都有在从事工作 那只是那种工作 是比较派遣性的 比较弹性的工作 不是那种 一般我们认定 招九晚五这种工作 所以很多时候 他的流动性也很高 那比如说他去出镇头 那镇头不一定每天都有 他只有特定的捷径才会有 那有的时候是他去帮忙清扫 或者做保全 可是也不是全职的 所以他们绝大多数都有 类似像这样的工作经验 那只是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所以其实有蛮高比例的 照你的经验来讲 蛮高比例无家人 他们是有工作的 对 OK那他们薪水呢 他们的薪水多半就是很低 很多都是基本工资来计算 那一天可能做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之类的 那每个月他或许可能只有十天 十五天这样子做 所以根据统计的话 他们月平均的收入 大概可能是八千块 哇八千块要租个房子都非常的困难吧 对对所以他们与其拿去租房子 他们会觉得这个钱拿来用在三枪上面 可能会更实际 的确是这样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研究当中 也都会发现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 跟他的房价的状况 以及他失业率 会跟这个国家里面的无家者的 这个比例会有一些的关联性 待会也许我们会比较 从一个制度的角度 来去看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从你刚刚的说法 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蛮多的无家者 他们是很努力的 可是他可能有因为不同的境遇的关系 不同能力的关系 或者是不同的这种工作经验的关系 所以使得他的工作甚至能力 他的工作大部分都会是一个 比较临时性的不稳定 然后薪水也很低 但是其实在这个工作类型上面 我自己在看你的书里面 我也发现一个很有趣 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 来看无家者都是一群没有脸孔的人 然后或者是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你现在叫大家画一个无家者 怎么画 你大家都发现他画的是差不多 所以长相都会很像 然后外观应该都很像 可是其实你很细致的 至少在比较粗略的分类当中 从工作的角度 或者是从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里头 你分成三类的 一种叫做这些人 另外一种叫做七头人 那还有一种其实就是叫做感口人 对 那为什么会做这三种的分类 对 我进去之后也会发现说 他们像我刚才所讲的那种 固定会去做各种派遣弹性工作的 其实只是其中一类人 那这一类人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社会上 觉得应该要努力工作的穷人的那种形象 可是会发现说好像不只有这种人 其实他也存在着其他想法 觉得应该用别的谋生方式来做事的人 那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 负面角度来看会觉得他们是投机取巧 好像比较专英 可是正面角度来讲他们其实是非常灵活 就是你讲的 企特郎 对 他们比较不甘于只是被于这种固定的工作房子 或者是剥削 那他反而可以从非常细微的人际互动当中 找到他可以谋生的一个利基 那像这样子的人 其实从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不只是无家者 其实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里面 好像也都是这样 也都有类似的 有些人就比较认真 有些人就比较滑头 对 对 对 那他们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面貌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想要呈现给大家看到 说无家者跟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 他们也是会想 也是会动头脑 然后试图在某一些边缘灰色地带 去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谋生方式 那其中还有一个叫一种类似叫甘寇郎 甘寇郎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甘寇郎他比较就是身心状态比较不好的 那他没有办法跟前两种人一样 就是仰赖稳定的工作 然后可以取得很多他生活上所需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就是领取物资 所以他要知道收集资讯 在什么时候的时候出现在对的地方 他才能够领导物资大衣食物 那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必须要透过团体的力量 一起去收集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不同类型的无家者 他不单单只是他自己个人的人力性格 他事实上也在回应某种 他现在先有的已经有的这种生存的处境 所以因为跟个性的关系 因为跟环境的关系 所以慢慢的发展出这三类不同类型的人 对就是这跟他们过去所经历过的事 他的工作经验其实也有密切关系 那像是这种企特郎 他很多时候其实遭遇到 我们会觉得就是家庭环境比较有问题 然后所以他早早可能就离开家 在社会上生活 在江湖上就是打拼打滚 那透过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行业里面谋生 所以他特别培养出了这种 会观察人际当中细微媒格 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所以他特别会动头脑 特别会去想一种新的方法 来维持自己的生机 那像浙喜郎就比较 是在一个比较贫寒的农家 可能是中南部出身 那所以他寻着这种 他觉得固定的一个管道 然后不断地努力工作 爱拼出头天 那他就觉得 这个是他一个谋生所需的方式 可是我同时也看到说 这些人他们并不是一成不变 就是他在这样子的环境生活过程当中 他也会反思 他也会从他过去的生活经历去想 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的生活 还是我应该要换个方向 我是不是要这么死脑筋的 接很多的工作 然后累积这些微薄的薪资 可是中间又有很多人剥削我 然后我自己的身体又耗损得很厉害 所以他们在这些生活经验的反思里面 有的时候反而会转变 他们原本的谋生方式 变成像是干扣狼 他会觉得我坐在公园里面 等需要的时候 我再去领取这些物资 这样子反而是一个更好 更舒服 或者是更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所以其实跟我们一般人 是很类似的状况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除了可能在他的工作的形态 或是在一些基本的能力上面 可能有一些些的不同 可是你会发现他们在面对社会 面对环境 面对群体的方式 跟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太大两样 你为什么要特别的在书中去提出 这一种好像跟一般人 没什么太大两样的这一种思考 因为觉得大多人就是 你们就很弱 你们就是很差 那怎么会没有什么两样呢 是 对 所以我里面一个 之所以采取民族制这种书写的方式 相较于刚才 就你提到的其他五家者种类的书 我觉得他特别就是希望能够强调 用鲜活的样貌让人家看到 这一群我们会觉得好像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 其实本质上跟我们差距并不是那么大 他们之所以在行为上 或者是他的说法上 好像有一些不同 其实是因为他的外在环境里面 他的资源有限 他去因应这样 回应这样的环境 所采取的一个方式 可是他的价值观 他喜欢的 他的一些欲望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这也是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 虽然我们在谈的是好像个人的故事 可是你刚刚不断强调叫做环境 所以这个个人的故事 这个人会怎么发展 这个人他会怎么样被外在看到 看见他不是一个纯粹 他自己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跟他所处的环境 可能是家庭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或是整个国家的环境 以及他面对这些环境的能量 都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们谈到无家者 大家就会想到就是家 那无家者 真的是没有家 就是说我们知道无家者好像就是被迫离开他的家 可是家实际上有不同的概念 比如说家可能是一种防射的概念 他可能是一种情感的概念 他可能是一个空间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支持 无家者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家的概念 然后无家者他真的是家人都不管他 就是他为什么成为无家者 他想到没有爸爸 没有小孩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没有办法去支持他嘛 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支撑他的力量嘛 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无家者会有各种的想象 那但是透过就是这个民族制的考察 我们会发现他比较像是一种迷思 就是说是我们贴在他们身上的一些标签 所导致这样子认为 像无家者没有家庭 或是说抛家妻子 这样子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迷思 那我实际接触到这些无家者很多其实跟家庭都继续保持联系 就是他们持续都有家人来公园看他们 或者是他们过一段时间在端午节或是某一些节庆的时候 他也会特别拨空回去拜访这些亲人 那为什么不怕带回家好好地去照顾他们就好了 对 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家本身他可能容不下这个人 怎么说 那因为这个家有时候我们有一些既定的想象 比如说一个男人 他作为一个丈夫或是父亲 他在这个家户里面应该要扮演特定的经济角色 他必须要带回来一定的养家的薪资 可是这些无家者他我们前面有提过 他的教育程度或是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有限 他没有办法在劳动力市场上能够稳定的工作 所以他身上的钱就非常的有限 那回到家里当你没有带足够的钱 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被嘲笑也好或者是被cow say 那这个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对他们的压力是大的 所以他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稳定地待在家里面 他必须要有一段距离 来到公园里面对他来说 反而比较像是一个家一样的空间 会包容他接纳他可以做情感交流的空间 可是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断绝跟原本家庭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变得是大家彼此都维持了一定的距离 但是可以相对和谐地相处 这是蛮像很多大学生 他在高中后BH填家的制约的时候 他第一个制约就填离家比较远 他不想要跟他的家庭 但是不代表他是无家 或是不代表不愿意跟他家里面来 他只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那特别是你刚刚谈到无家者的这个例子来讲 他所面临到的问题 不是一个他能力在工作能力上面的问题 他可能是面临到一个所谓社会期待的问题 我所谓的社会期待是说 你做一个男人应该要打这个鸡 你要贪多少钱但是他可能没办法 他只好他自尊可能会受损 可能会受伤 所以他就只好离开 然后找到自己 某种的我不晓得可以算是 他的某种的自我成就 至少他找到一个 他可以安 这个所谓的舒适生活吧 或者是一个安稳生活的一个空间吧 对 就像我刚才提到 有一个居住在新店的例子 就是他没有办法长时间待在家里 因为在家里面会被念 然后他在家里唯一的兴趣就是看夜球赛 那可是他的妈妈 他的女儿就会念他 那有时候就觉得 来到公园里面跟着大家一起吃喝 然后有一个阵头可以去出 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心灵上的满足 在出阵头过程他会觉得心灵上有一些平安的感觉 然后他也喜欢跟大家一起走 走跳在一起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达到一个蛮好的一种平衡的状态 那这样的人一样有家庭 所谓家庭生活 那他一样有社交生活 我觉得对他们 或者说对这整个他周遭的人来说都是蛮好的 但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这个所谓的无家者 他毕竟离开他原来的家 就是他原来的 他不管是一个family的概念也好 或者是一个house 一个空间的概念也好 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他才会被称之为无家者 可是他到一个地方好 例如说我们常常会看到无家者会常常在一起共同的生活 例如说万华 蒙甲公园 万华公园都是常常被举的一个例子 所以他们事实上会不会也是到了一个新的家 现立的一种新的家庭关系 社会关系呢 那你在书里面提到这三种类型的无家者 他们各自的所谓的对家 这个所谓的群体的想象 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关系的想象 或是实际上面又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是用那三种群体来看的话 就是像是 这些人 这些人跟这个企图人 他们比较不会愿意跟别人建立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关系 他们的观念还是停留在一个比较 我自己打拼 然后我自己努力 然后别人来靠近我 很有可能就是要跟我分一杯羹 比较有这种防卫的心态 他希望证明自己可以 证明自己可以成功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公园里面比较稳定发展出跟他人关系的 多半是这种感口郎 他有一些生活历练 他觉得自己有一些局限 他需要靠着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来维持生活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所以在这些人来到公园之后 他确实也会有一些亲密关系的发展 然后会发现可以跟他一起到顶的 一起互相扶持的对象 那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一起找工作 或者是一个去工作另外一个留在公园 就是有点打理内务这样子的一个家庭生活的味道在里面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想要进入亲密关系 但是他们也会自然而然根据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不同的功能发展出类似 我里面称呼叫做你家的关系 很像是家庭的关系 比较年轻的就负责去跑腿 那比较负责就是去找一些资讯 那比较年老的 他可能就会有一些稳定的这种老人年轻相关的财源 支应这整个团体的付出 那还有女性 女性就扮演 就一般大家期待女性扮演照顾的教设 财务规划的教设这样 所以他们事实上有很多的类似家庭的支持 甚至某种的家庭分工 但是也会因为这个特质的不同而有些差别 这本书叫做为代生活 那吴嘉哲看到他离开了原生的家庭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但是他生活就因此变得更好吗 他会遇到什么样困难 会遇到什么样的为代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 我刻意用为代这个字来当作书的表题 要凸显就是他们生活环境里面 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心 很有可能这个时候看起来不错 可是下一秒钟可能就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当然跟他们露宿 在街头这样有关系 那同时也会跟他们所身处的这种 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关系 可是我更想要强调的就是说 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 人跟人互相对待的那个转变 也可能是非常伟呆 有可能是瞬息万变 有可能是让他们觉得 对方好像不是他可以足以信任 那这个关系可能很快就断裂或破碎 所以我们原本可能很浪漫化的可能想象说 他有很多的我们刚才前一届所谈到的各种的关系 会支持他会撑住他 那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常常转变得非常的快 也是造成他们生活困境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奖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也期待你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今天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维带生活无家者的社会世界与帮助网络》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黄克仙黄老师 黄老师你好 中奖好 谢克仙在前段大概跟我们描述 你自己在田野在这个民族字研究当中所做的一些观察 也可以让我们更细致的去认识理解 我觉得理解它比较难 你知道我们只好可以认识无家者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多样的面貌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他不见得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也可能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或者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平凡的故事 但是回到这本书 为什么要叫《维带社会》 就是他离开了家 他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他事实上有一群人可能成为他的支持 然后也看到很多的社工 宗教团体 三星人士都可能在这里面成为各种不同的力量 那当然政府也会有一些政策 那他的维带是什么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他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些风险 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 那我刻意用维带这个字来当作书的标题 要凸显就是他们生活环境里面 充满着各种不确定心 很有可能这个时候看起来不错 可是下一秒钟可能就有很大的变化 那这当然跟他们露宿在街头这样有关系 那同时也会跟他们所身处的这种 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关系 可是我更想要强调的就是说 他们在人际关系当中 人跟人互相对待的那个转变 也可能是非常伟呆 有可能是瞬息万变 有可能是让他们觉得 对方好像不是他可以足以信任 那这个关系可能很快就断裂或破碎 所以我们原本可能很浪漫化的 可能想象说 他有很多的 我们刚才前一届所谈到各种的关系 会支持他 会撑住他 那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也是常常转变得非常的快 也是造成他们生活困境另外一个重要来源 就像他不像是我们一般的亲戚朋友或是同事 就是说他是非常稳定的一个人际关系在支撑着 他们的这个网络其实常常也是瞬息万变 那这个往往会让他们已经困难的生活 更加的就是不好这样 也就是说他的不稳定性不确定很高 不管是在工作或者在人际网络上面 他会有可能随时会消枝随时会崩解 那其实在这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后半段我非常的喜欢 就是他前面看到很多很活灵活现的这些人物的生命历程 他的关系在后面其实就把它逐渐的放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结构 或者是相对于相对应这些无家者的一些群体 我觉得你在写作的时候是有刻意的铺梗 因为在写说你刚去做田野做民族誌的时候就常问你说 你是社工吗 你是这个教会吗 你是宗教人士吗 你是善心人士 所以其实你在后面就提到了这三种类型的人 这常常就是我们会在无家者之外会想到的另外三种类型的人 而这三种类型的人他也许未必是救世主 可是他会绝对会对大家印象来讲是给这些无家者蛮多各式各样的协助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或是在财务上面 或者是最简单可能是吃便当这件事情上面 可能都有各式各样的协助 这些所谓的善心人士 这些所谓的照顾性的角色 在无家者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 他们大部分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然后无家者又怎么去看待回应这样的一些角色呢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印象 会觉得他们一直在给 他们是在帮助 他们帮助这些很匮乏的一群这些无家者 提供给他们包括食物 包括大衣 食衣住行 甚至会帮忙安排一些地方让他们住 很多时候还会安排一些文康活动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从第一个印象看 会觉得这群人其实对无家者来说很重要 好像提供给他们生活之所需 至少在某些的物质上面的一些供应 对那在社会上也会非常正向的看待这群人在做的事情 觉得他们做慈善做好事 那但我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希望凸显的就是说 在这个东西的背后 事实上这样子的助人方式也为无家者带来一些伤害 那是需要再去进一步的反思 那有助人这样子的倾向我觉得很好 那但是实际上如何做 这个做法本身是需要再去讨论的 那不管是就是社工也好 或者说宗教人士或者善心人士 他们各自的方式不一样 那这种不同其实体现在他们希望达成的目的 他们组织的目的也好 或者说个人心里面想的一些目的也好 而这些目的其实一定程度上 并不把无家者他们自己的感受 或他们的尊严纳入在考量里面 所以因为这样子很有可能 这些助人者给出了很多 在物质上给出了很多 但反过来其实他在象征上 他在实际尊严上面也伤害了这些被帮助的人很多 这部分可以再跟我们更具体的谈 因为我看你在书里面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对这三种大家认为的好人 是有蛮多非常严厉的一些批评 批判甚至你会用一些这样的词汇去形容 他例如说你觉得这些宗教人士去设定理想性者 就是某种应该有信仰的应该长什么样子 然后他去磨碎 透过这个过程去磨碎无家者的主体 那这磨碎无家者就是表示你没有主体 我把你形成一个有主体的人 然后社工你把他说他在巩固社会的主流价值 他明明就在帮他 你怎么会说他在帮巩固社会的主流价值呢 然后善心人士你说他们在创造道德优劣的接续 就好像道德有高有低有差别 可以更具体来跟我们讲说 这三类人他们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是出于一个善意 我想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还是出于善意 你为什么要对这三类有这么多的严格的解释呢 对因为毕竟我做的是一个无家者的民族制 那我是进入到无家者的生活环境里面去 希望能够感同身受 体会他们的生活环境里面 带给他们的各种的感觉 那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 进到这三种帮助他们的场域当中 他们到底实际感受到的是什么 那比如说到了教会 就到教会里面 我其实也承受过像是他们被斥责的那些语言 被教会斥责 对被教会里面的一些神职人员 就认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做一些事情 就是应该要认真的讨论圣经 要认真的讨论一些 这很难吧 对就是他那个讲到的内容 对于一个没有这种基督教背景的人来说 其实是很艰涩陌生的故事 那但是你却是要在短时间在消化它 然后去分享讨论 那那个分享讨论的内容 其实这些教会人士有一定的期待 那你不可以岔题 那我们那个时候 可能要先了解教会所谓的术语 都是一件困难的事 是是是 那我们那个时候就岔题 讨论到了一些隔天工作 里面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要找谁 那这些东西就被认为是世俗的 是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谈的 所以就是他会觉得你很不虔诚 你很不应该这样 那像他也会期待说 你来教会里面有供应你餐食 吃完之后 你应该要表现出感恩感激的心态 所以你要留下来打扫 那常常就是有一些无家者吃完 可能他就回到公园 那有些神职人员就觉得非常的不开心 会觉得你们来吃了这么多年 为什么你们的心态都没有改变 这样 所以会用比较强烈激烈的方式 要求他们能够留下来帮忙打扫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很明显凸显出 其实教会做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善心的 可是他背后有一个理想性者的预设 他觉得你应该要透过这个一点串的过程 被磨碎成某一种特定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层面就还蛮清楚的 那当然不只是在基督教 佛教或者说民间信仰 他其实也都有相对应的一些做法 那至于像是社工 社工看起来好像提供非常多不同的福利给他们 可是我在具体的现场看到很多时候社工跟无家者的相遇 街头上的相遇是非常疏离的 社工所提供的比如说要给你地方住 比如说很善心的问一下你要不要返家 可以提供给你车资 或者你需不需要找工作 很多时候得到的回应都觉得我不需要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觉得说你没有家给你房子住 没有工作那你就去上班就可以解决你的困境 这个为什么不要呢 对那我实际上真的去住过那些安置的住宅 或者是我真的去了解就是这些就业服务站所提供的工作机会 就会发现说这些东西并不是无家者 绝大多数无家者他们真的需要的 或者是那个环境本身其实有很多对他们不利的一些因素在其中 比如说那个提供的工作本身跟他们的技能合不起来 或他们自己本身就很积极的在找工作了 那现阶段只是他们休息的时候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这些工作机会 或者是安置的地方 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利 就是让人无法好好休息的一些因素 太狭窄或是人际关系复杂等等 这些都会影响 可是社工就是有点行礼如意的 就是会提供出这一些的选项 那但是无家者真正的需求并没有被照顾到 所以他为什么要一直提供这一些好像无家者不需要的东西 其实他背后反映着这个整个社会 大家对于政府应该要提供什么给无家者的一些期待 这个期待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们维持的这个年代是主要是要能够巩固社会主流的一些价值 你写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很直白的写出你对于这些人的看法 或者是一些想法以及你的观察 我不晓得这些社工或是宗教人士或是善行人士 有没有看到你写的这本书或者你的发言 他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那如果说你对于这些做法感觉不是很满意 那你会建议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对就是确实也有一些人看了之后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毕竟是他们花很多心力投注在其中 他们也是出于真心 对出于善意出于真心在做 那可是我其实也是希望跟他们沟通 就是说我们的出发点很好没有错 那但是我们的做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调整 那是不是有这个调整的空间 比如说就是社工在帮忙他们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跳脱原本既定设定的一些方向 然后能够多认识他们真实的需求 有时候不管是教会也好或者是社工 他有他一定的SOP 对 那在SOP不见得是一个合适的 对那很多时候可能要多倾听 就是他们具体生活的困境到底什么 再回过头想我这边到底可以提供什么 而不是就是比较先入为主的设定 就是你需要这样子做才能够达成脱贫 才能够达成一个理想的状态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重要 因为有时候我们善心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做出发 然后以为我们所做的东西是可以帮助别人 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所提供的所建议就是一个好的 他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很棒的 但是他是不是合适的恐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所谓的好事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先去了解对方 然后甚至是应该是一起做吧 一起去规划一起去讨论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吧 所以我在书里面有一张是有关善心人士这一张 那我一直很想要把它写出来 就是因为我在猛甲公园其实见证了很多 所谓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 像这样子的一个具体实力 有很多来自于大台北地区的人 他载着他的一些准备的一些餐食或是什么物资来这样 那可是我在里面其实也看到了这种所谓最美的风景 背后一个相对比较黑暗的一面 那我里面就是特别会写出这一些故事来 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比如说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物资 物资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 说到底对方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面对 那我里面就提到说就是吴嘉哲他觉得他参加这个活动 本身是好像被当成道具一样 好像就是对方提供给他们一千块的这种 这个我在做精神障碍的研究做田野的时候 有很多经常的朋友会说我去卖东西 他觉得我没有主体 我就是一个道具 我只是去彰显你们好像做了很多好事 好像很多的状况都有类似的情形 是是是对 对那但是有几个我体验到的那个场景是特别令我惊讶 就是我真的去做那个田野才发现说 哇这种这种类似的一些状况 频繁的出现在这些吴嘉哲的生活周遭 那也难怪说他们是以就是特定的方式去看待这些来帮助他们的人 很多时候他们拒绝被帮助 不是因为他们不需要那些东西 而是因为帮助的过程里面往往他们失去的东西可能更多 就像他们为了领到那一千块的那个有点是帮助他们过年的一个加菜金 他们必须要就是搭着公车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到了一个场地 然后看着跟他们毫不相干的一些人在上面唱歌跳舞 然后要求他们拿着那个奖金然后拍照 就是那整个过程其实身在其中会觉得 就是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些钱来做这些事情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有点怅然若失的那种感觉 那但是就是这是常常在公园里面发生的事 那有些人带着物资来公园 却会不断的怀疑眼前这一个人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无家者 是不是真的需要被帮助的人 所以他还会用一些话术去欺骗就公园里面的人 他就是做过滤 对他要过滤他要确认你真的是需要被帮助的人 所以只要你看起来稍微好手好脚 或者是你好像生龙活虎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给你 他可以拒绝给你 然后你就变得好像要用一个非常卑微的方式才能够拿到 而且他某种时候可能会觉得被羞辱吧 就是我可以不要但是你为什么要怀疑我 是是是对就是我里面其实也描绘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是那一些来发物资的人就觉得他有这个资格去做这种审查 甚至可以做欺骗的方式来达到审查的效果 那我其实就觉得非常的疑惑 这当中我们究竟觉得帮助是一个什么样的行动 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未必是恶业 甚至他可能有更多的是一种善意 善心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无家者他都有自己的生命的历史 生活的背景以及他的各式各样的思考 以及他的各式各样的人际互动 事实上我们看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一群人 但其实这本书其实后面到后面其实又回到一个很所谓的传统社会学吧 就是传统政治经济学里面会谈从一个结构的角度来谈 可是你在前面也就开始提到说你说有一些无家者 特别是里面的这些人吧 我如果没有记住 他们的成长年代就是一个经济起飞的年代 所以他们一直觉得努力工作 然后我只要努力我就可以发大财 我就可以有好的生活 它就存在了这种所谓的期待 那这跟所谓的一个社会的发展 跟所谓的社会形成的投家的意识形态 价值观事实上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你在后面在整个要在收尾的时候 你也提到一个叫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就是越来越所谓的资本化 财团化越来越自由化 所以很多的公司他在使用这些人的时候 他的劳动是弹性化的 派遣化是很严重的 那也就是说你除了谈到那个体的角度之外 其实也谈到一个结构性的角度 所以我想要再请教你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从一个政治经济的结构的角度 从一个社会的这种比较制度性的角度来讲 这些无家者又是如何被社会给炼成的呢 对就是之所以在最后又回到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这个脉络 我觉得它其实影响是巨大的 那一般我们会比较容易看到 就是在经济结构的层面跟政府应对的层面 它去管制 它希望说让财团或是说资本的力量来主导这一切 可是回过头你也可以看到 它对于个体其实有一些期待 所以常常会讨论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主体 它有一个特定的想象 所以政府透过这种福利的制度 它其实也期待着这些人 特别是无家者 他不要被动的就是接受这些社会福利 而应该要把自己打造成是一个工作这种伦理良好 愿意工作 即便它低薪 即便它有很多的风险 你都还是要愿意为了赚取这个薪资而努力 透过这种方式你去租房子 你才是一个好的人 你才是一个理想的人这样 所以他不愿意在比如说房屋的境界上 或是其他的福利政策上 给予无家者太过多的福利 而是希望用一种以公代正的方式 诱导他去做这种低薪或是高过选 你就应该要去工作 你不要仰赖国家 他对于这些无家者一种主体性的期待 其实也反映在无家者他自己对自己的期待上面 他们会接受就是说政府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暗示 其实很多我们里面讨论到帮助网络 包括三星人士或者说这些宗教团体 也是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看待他们 所以他们会希望他们自己能够自觉 自己能够好好地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 会希望说他可以更主动一点 为自己的改变 就是能够负责任这样 那所以这些有关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影响 他不仅只是在这个政策的层面 或者说经济结构的层面而已 我里面更着重就是讨论到他具体如何影响到 就是其他人对这些无家者的期待 以及这无家者如何看待自己 也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下来 其实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不努力 他们并不是不向上 对不对 但是因为他有很多可能先天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结构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达到大家的标准 可是他就很容易这样的期待 就很容易个人责备论 就会回到说就是你不够努力 就是你不够好 他也会觉得说就是我不够努力 我不够好 所以他反而会一种所谓的厌世 自暴自弃 压力反而会很大 是是是 所以很多时候又回到我们刚才前面有谈过 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本身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并没有太多的不同 他反而是很愿意 就是跟随着这个社会主流的一些想法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们对自己本身的一些无名 也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他也会看不起 同样是他无家者的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 彼此之间的那种团结 或者彼此之间的那种连带 就更难形成 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对于他们生计上 很不利的一个因素 因为很多的这种所谓受害者 也好或是弱者也好 他们如果能够聚集在一起 争取自己的权益 这本身才是一种比较彻底 能够改变自己状况的一个解方 那但是现阶段却不是这个样子 你在有一次的演讲当中 提到过去台湾对于无家者的这一种 政策的这种主要的角色是警察 是警政 然后后来慢慢的发展成为社工 但是其实你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没有把房屋政策这件事情是放在里头 我觉得这很有道理 因为无家就是没有家 如果有家的话 那基本上来讲 这个可能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 所以房屋政策这样的一个制度上面的建议 也是你在这个文章的最后书本的会后面也特别提到的吧 为什么你会觉得房屋政策是一个解方之一呢 对因为这个一方面是从田野上来的 就是你去问这些无家者他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其实居住一直是他们觉得很重要 他们很需要 可是政府这方面又觉得我们一直都有在提供 那只是提供的那个选项很少 或者中继式的 中继式而且非常狭窄 或者租金补贴 就是比较片面的 那始终没有比较好的面对这个居住的问题 去做一个全盘性的规划 那这个是从田野这些无家者的口中听到 那如果我们做跨国的比较对照 也会发现台湾政府就这一块来说 它其实是非常消极的 它一直仰赖社会福利救助的这种后端 等于有点就是在清理这种急难的问题 但它却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居住的问题 它不会面对更根本的问题 更根本的 对就是它仍然是用市场比较自由化的一个政策走向 来面对这个我们房地产的这些市场 可是如果你去看英国或者是美国的话 他们在处理无家问题 绝对是就是有关于经济上的辅助 跟这个住宅方面的机关 大家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真的去 面对这个无家可归的问题 对 我今天想要再请教是一个比较关于你个人的部分 特别是我们都在大学里面教书 事实上在大学里面教书就莫名其妙就会被给一种某种的敬意 然后也莫名其妙的跟社会距离就有点的遥远 那所以大学教授要做田野 事实上我自己很多研究是做田野 做民族事务 事实上都花了很多时间要进入到田野 然后被接纳被认同 所以像我们常常这个 像我们学校可能会觉得 很多大学都会觉得这个SSCI整周要一年要写多少篇 我说我通常五年我才给我写一篇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记录到那个田野那是很困难的 对你来讲这也是一个困难吗 你怎么样记录到一个可能跟你的生活环境 有非常大落差的一个无家者的群体呢 确实他们接纳我成为这个蒙甲公园里面 一份子的过程是很漫长的 就是一开始他们会认为我跟一些大学生一样 可能因为这个议题最近也比较夯 所以有很多大学生高中生会来做作业 那他们可能就是待了两个小时 找到一两个人方谈就结束 所以后来他们会觉得越来越奇怪 就是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在这里这么久 为什么一直来 这边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那问我我就说我是在大学教书 那他们一开始都不当一回事 会觉得我在骗他们 那会觉得我可能就是警察来卧底的 所以就是假装是大学老师 那要么就觉得我是教会派来的 要传教的 那可是到最后他发现 我过了两个月三个月都还在这边 他们就开始慢慢会觉得 我这个我好像是真的想要知道 他们怎么生活的 所以开始你会看到他们主动会走过来 以前我过去跟他们搭话 他们多半就看我一眼 然后他们就转头走开 他们会觉得我很莫名其妙 可是可能大概到第二个月第三个月 他们开始会主动告诉我 他们今天在干什么 这样子 他们也会觉得有一个人可以聊天 可以倾听 其实是蛮好的事情 所以就慢慢进入到那个体系 然后他们也会开始给我一些零钱 然后就说请我喝饮料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叫我去帮我买烟 买槟榔 那我就慢慢觉得自己在这个场域里面确实是被接受 那一开始确实会觉得好像我是大学教授 然后我跟他们的社经地位 跟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应该差距很大 好像不太容易进到这个田野 可是我觉得人之间就是很奇妙 就是你真的愿意花时间 你就坐在那边跟他们待四五个小时 他也慢慢发现你好像没有什么距离 他也会就是把你当成是一个人来接受你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没有原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我这也是有类似的经验 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社区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开始大家都很多的敬语 狗熟狗熟 然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我可以被接纳 他不再叫我教授 然后说在我买厅之类的 就会变成你会发现身份专系是转换 那是花蛮多时间 花蛮多心力 我觉得那很常常是你要真的是跟他们在一起 你才有可能去得到某种的接纳 然后也比较容易从他们角度来看问题 那这本书的最后 其实你有提到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在书中的最后的谢词 你用圣经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八节 你没有写九章五十八 我帮你找出来了 里面就是其实在教会里面常常讲的一句话 是狐狸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你要极以此处来献给在漂泊生活当中 找寻屋顶的马路英雄 跟自觉在世无家 然后勉励寻求的旅人 这个圣经事实上在讲 耶稣的出生 人子出生在一个没有枕头的地方 他不是住在那种所谓的华下 不像很多的帝王的生活下来 他出生就是在活在一个 出生在一个马朝 在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方 为什么你要用这段圣经 然后其实你又对教会 刚刚在讨论当中 你又对教会很多的批评 为什么要最后用圣经来 作为一个感谢或是一个祝福呢 我想这本书本身 虽然是以无家者作为主题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他也是记录我个人 凡思的一个片段 其实我本来是做宗教研究 我是做基督教研究 可是我在书中的 最后的谢词里面 特别提到 就是近期基督教 台湾基督教的一些发展 就令我感到蛮惊讶的 那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情绪 所以我把我这样子的一些体会 其实也投注到了这一本书 这个无家者的研究上面 那之所以引用这一句话 其实也是要图现说 其实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界的 要传递的其中的一个讯息 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 很大一个程度上 也就是不要把眼睛关注 在这些物质层面 这个可能会消失的世界上面 要看更遥远的 更理想的一些东西 要关怀身边的人 要关怀比你弱势的人 去接近他们 那我也希望借由这句话 提醒我自己 或提醒其他在看书的 有这个信仰的人 也同样注意到这件事情 但我其实也必须要说 就是说我不想要让这本书 只是变成是我自己 自我正逆 好像我自我反省的 一个一个一个计时而已 所以我其实也非常克制的 希望说在书中的分析也好 观察也好 尽可能不要让这些东西 去做太多的干扰 还是把主体放在无家者 他们去如何生活的 状态的描绘上面 那可是在最后的这个 这个解释的部分 我想要对于我 为什么会做这个研究 交代一下他的心路历程 那我也会希望说 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无家者的事 不只是能够帮助这群 物质上匮乏 希望有屋顶的人 可以改善他们的状况 对于未弱势发生 我同时也希望有一些人 他虽然物质上很风雨 可是他心灵上可能在一个漂泊 无定的状况底下 他可能不晓得他下一个目标在哪里 比如说一些现在可能比较茫然的年轻人 或者是对于社会现况有一些不满的人 那这些人虽然物质上比较好 可是他仍然希望能够找寻一个更稳定的家空间 那在这些人 他可以从无家者他们的生命历程里面 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过程 也得到一些启发 就跟我自己本身 即便是一个就是这样子的生活环境底下的人 去做田野 我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一样 跟我自己在看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泄词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尊贵的 每一个人他都是特殊的 即使你的出生是很贫寒 平反寒 或者是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 即使耶稣的出生就是在没有枕头的地方是马槽 可是他也是一个尊贵的 他还是一个独特的 他还是一个有主体的 然后是受到尽忠 我相信这也是对我们怎么去看待一个人 不要去看待他的出生或是他的现况 然后就去否定他 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解读 对非常谢谢今天课先来接受我们访问 让我们从这本书里面 不只是看到我们对无家者的认识 对于社会体制的认识 也看到你自己的一些反思 一些思考历程 谢谢科研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